哎,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希腊充当大流氓,当打手,偷击不成,反食一把米 伊朗面对挑衅,敢打敢拼,最终获得胜利 难道波斯人跟罗马人那点恩恩怨怨又重启了吗 大野猫认为,背后的故事值得深度思考 首先讲希腊跟伊朗最近发生这个事 咱得给大家做一些铺垫 首先我要回答一个问题 希腊为什么给美国当打手 美国是个大流氓,对不对 希腊为什么充当美国的小流氓 然后呢,去扣押伊朗的这个运游船 为什么是希腊这一次去干这种脏活 这里面的故事呢,很有意思 这里面故事很有意思 希腊呢,和土耳其呢,咱这么说 就是希腊和土鸡,在北约里呢,都是干脏活累活的 但是呢,土鸡呢,我们知道 他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他在北约里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同时他这个文化,跟整个北约之间的这个文化 他也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而恰恰是这个差异彰显了土鸡在北约这个组织里的重要性 所以呢,土鸡在这个地缘政治当中 哎,做一些干脏活啊,干一些累活啊,他能吃得开 美国呢,有什么事呢,还得让他三分 但是希腊呢,就是个不着调的啊 你是个小爬虫啊,你是个不着调的 干脏活,干累活,最终呢,也不受待见 那为什么这一次希腊做打手呢 原因呢,有几个啊,原因有两个 之前呢,我们也说过 希腊呢,跟土鸡一样啊 成天的跟这个俄罗斯呢,暗通团取 那也可以理解嘛,对不对 人家希腊文化上是东正教 俄罗斯也是东正教 双方文化的这种渊源还是比较流长的 对不对 然后呢,他们之间,哎 就说,哎,能互相交易一下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个事儿,口碑非常非常的不好啊 尤其是在四月份 人家人家小,咱们小泽同学 人家民主的斗士啊 咱小泽同学呢 哎,点了希腊的名了 把他点了名了,说你小子别不交紧啊 你干那点事儿,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给乌克兰的利益受到了损失啊 然后呢,你这是对民主人权的践踏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 所以你要赎罪啊 你得做点什么 意思意思 别整个没意思 别整个自讨没趣啊 你得做点什么,你要赎罪 所以呢,哎 你现在帮我做点事儿 这一个啊 第二件事儿是这个 我们知道啊 这个希腊跟土基呢 向来不合啊 是,向来不合 人家,人家希腊的这个 哎,小亚西亚半岛的西部的一些城市 比如说,伊兹米尔啊 啊,比如说这个谁啊 比如说这个,特拉布宗啊 啊,比如说这个伊斯坦布尔啊 就是那个谁嘛 就是这个军事坦丁堡嘛 尤其是圣索发亚大教堂这点事儿啊 有人说这,因为这个跟土耳其不合 还真不是这事儿 还真不是这事儿 文化上这点事儿,咱说实在的啊 不重要 希腊跟土耳其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是爱秦海岛屿的归属问题 爱秦海岛屿的归属问题 这个事儿呢 我得给大家好好讲讲怎么回事儿 首先呢 这个事儿呢 得追溯到一战啊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 被称为西亚病夫的这个奥斯曼帝国呢 站错了队 跟德国呢 站在一起啊 跟德国站在一起 所以这个事儿呢 战队非常非常重要 你个别小看这个 当你国家特别弱的时候 啥也不是的时候 你战队非常非常重要 你看土鸡 奥斯曼帝国这次就战错了 当时同一个时代的东边有一个啊 也是什么 也是也是那个身体不太好那种啊 你看人家战队就战队 人家战的正确了 人开始人家战队怎么战 就压宝啊 就是支个硬币 到底是德国啊 还是还到底是英法啊 到底是德国 倒是英法 支英币啪 一下子是英法 就是人家战队战英法了 15万劳工去了西县 然后呢 一下子 哎 一不留神 咱爷们成战胜国了 哎 咱爷们成战胜国了 但是呢 贡献呢 贡献呢 基本上就是属于一种忽略不计的啊 但是呢 你哪怕你这个忽略不计的 然后呢 人家也看不起你啊 你就一个你就一个那边角料啊 边角料边人人啊 但是2018年 2018年 咱们这个法国的总统马应龙同志啊 错 马克龙同志啊 马克龙先生 哎 那年的11月11号一战百年吧 他搞了个纪念活动 纪念活动呢 专门呢 不是有四个四个青年 读一些 读一些那个小作文吗 纪念纪念谁啊 首先是法国的外籍军团 第二个呢 是美军 就是一战的美军 第三个是英国远征军 第四个 哎 就是这帮劳工 那你说这帮劳工贡献不是 不是可以忽略不计吗 但是你别忘了 时代变了 你时代变了 这个事是不是得了解了解啊 啊 这个事是不是得说到说到啊 是得说到说到 那可以 那是纪念嘛 对不对 时代变了 对吧 所以这个事呢 咱先放一边啊 咱聊聊土耳其这个 一战战错了对 1918年战败 1920年 瑟福尔条约啊 瑟福尔条约 奥斯曼帝国被彻底瓜分 北非中东 他的领地全被英法吞并啊 全被英法接管 库尔德亚美尼亚 也在他的领土上 获得了一块地啊 也凹击进了一块 整个土耳其东部就全都没了啊 另外呢 希腊呢 获得土积的 小亚西亚沿海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伊兹米尔这块啊 就属于希腊了 对吧 整个西边这块属于希腊了 然后呢 当时他的首都军事坦丁堡啊 军事坦丁堡呢 成为国际自由士啊 地位呢 跟当时呢 波兰 波兰边上那个担泽是一样的啊 国际自由士 这个事儿 咱说句实在的话 对奥斯曼帝国是奇耻大辱 但是没有办法 你站错队了 你站错队了啊 你受到这个待见 不受待见 很正常 结果二一啊 一九二零年 这个时候呢 希腊呢 不干 说得的太少了 说摘桃 摘桃怎么办呢 向土耳其发动进攻 占领了土耳其欧洲部分啊 然后呢 又想往安卡拉进军 把土耳其全占了 这个时候 土耳其的天将猛男来了 民族英雄 国父世俗主义者凯默尔 带领土耳其军队取得了胜利 1923年洛桑条约 保全了本部国土 亚美尼亚库尔德 你们俩一边去啊 色负条约给你们俩的地方 不给了啊 这是土耳其的地方了 人打赢了 人战场人打赢了 对不对 希腊人赶跑了 但是 爱秦海的岛屿 你土耳其 你这本土这些地方 你可以留着 爱秦海的岛屿 可就全归了希腊 我们知道啊 你这个岛屿 现在这海洋法公约 这岛屿怎么着呢 12海里领海 24海里近海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从爱秦海到地中海 土耳其的海岸线 虽然长 但是它的专属经济区 全是希腊的 那你说 它现在干不干 也就是说 从伊兹米尔 土耳其第二大城市 应该是第二大城市 在西边嘛 伊兹米尔出海 三海里 就是希腊领海了 那你说你是土耳其 你能干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进行一下对比啊 在文化的角度 当今的社会 文化的角度 希腊的位置 整个 它的环境 是比土耳其要好的 为什么 希腊被誉为 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欧洲文明的发源地 对不对 经常呢 人家给他开小赵 开小赵 然后也是欧盟的成员 那土鸡可就不一样了 在西方人眼里 在欧洲人眼里 土鸡是个外来户 你是个蛮族 你是个外来户 你是个异教徒 你可以给我们干脏活 但是我们不会待见你 谈了很多年 入欧盟 也被拒之门外 然后呢 你还得接受我难民 然后我还不给你钱 那不就这个吗 但是从地缘环境上来说 人家土耳其 地处俄罗斯 中东 伊朗 欧洲四大地缘板块 那是极为的重要 人希腊 你地缘环境算什么 你希腊地缘环境 可以忽略不计 那所以呢 现在这个事就成了这个 就成了这个 去年出事了 两国呢 彻底撕破脸了 咱们的埃苏丹 埃尔多安嘛 就带着土耳其的海军呢 就去占希腊 就倒下了 是吧 这专属允许是我的 你不许占 当年的条约不平等 重新签 希腊不干了 把法国把美国都引过来了 向土耳其施压 这一施压不好 埃苏丹一看不行 再这么下去不行 这么干不行 因为这么干 会出事啊 土耳其的能力还是太差 所以他退缩了 他退缩了 他找欧盟的麻烦 说我跟你 我们也看这么多难民呢 你给我钱 欧盟说我凭什么给你钱 行 你不给我钱 他 咱埃苏丹跟咱卢老爹 就卢卡申科 搞了一个难民旅游啊 不是在那个波兰这边 冲这个边境吗 欧盟一看受不了了 怎么办 给钱 欧盟给钱了啊 又付了一次钱 这下子这事算平息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土耳其也没亏 所以这个过程是这个 他们俩有仇啊 希腊跟土耳其有仇 然后这个仇呢 是因为爱秦海岛屿归属问题 说这是这是背景 那最近呢 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事 就是大毛打二毛啊 土耳其呢 可以说那是大方一彩啊 他的无人机 战场上提了一定作用 被小泽点的名表扬 小泽说我们就感谢土耳其 感谢爱秦苏丹给我们的帮助 没有爱秦苏丹给我们帮助 我们坚持不了这么久 小泽表扬了土耳其 你看 小泽很厉害 咱们这个喜剧演员 你别小看他 他表扬谁 那谁叫飞黄腾达啊 他指责谁呢 谁就在泥坑里 就这个小泽有有魔力 知道吧 他有魔力啊 然后呢 这个事儿 整个这个事儿 使得土耳其土鸡这个地缘位置得到提升 又重新得到重视 他的一些诉求就可能被答应 美国就可能让他 你随便随便整去吧 是你的事儿 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希腊这边他就不行了 大毛二毛 这个我不之前说了 小泽 小泽指责他了吗 得罪了吗 得罪了美国了吗 美国也不高兴吗 你美国不高兴怎么办 往来不说了吗 做点什么 你给我来个投名状 你呢 帮我做点什么事儿 就算你赎罪了 我就不揪你这个三七八道事儿了 然后以后呢 你跟土耳其有点事儿呢 我还能跟你撑腰 你别到时候啥事儿不跟我干 给我帮倒忙 到时候你跟土耳其这事儿 我就不管你了 所以呢 在这个背景下 咱土鸡 获得了他的东西的时候 真希腊人家 必须得做点什么了 对吧 他就得干个脏活 所以呢 这个事情的过程是这个 先给你讲讲这个过程 首先呢 第一步 今年的四月底 四月底 希腊呢 在爱秦海 扣了一条伊朗的运游船 这条伊朗的运游船呢 叫Pegasus Pegasus翻译过来呢 叫飞马座 或者天马座 我对这个星座呢 不是很了解 真的 我对那个东西不是很了解 我也不喜欢看星星 占星术 我更不会 管那飞马 天马呢 我都分不清楚 那他名就叫这个嘛 飞马座嘛 结果 叫他们希腊呢 给绑了 给绑了票了 然后伊朗呢 因为这个事儿开始的时候呢 试图通过外交解决 通过外交解决的时候 跟希腊谈判 说呢 你这个是非法的 你这非法的 你不应该这么做 你违反了国际法 你违反国际法的 然后 你这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的 打官司 这一打官司 5月25号 希腊法院裁定 伊朗的运游船 归美国 尤其底上的石油 一定要转交给美国 就亮明了身份了 说美国帮我干的 你有什么事儿 你找美国 别找我 美国帮我干 美国让我干的 我就干了 我这什么 我这个 有点什么事儿 我先走了 你去找美国去 所以那也是说 小油麻 想脱身 伊朗开始 用那些软的方法 用政治的手段 想解决 解决不了 好 第二段了 5月27号 伊朗来硬的了 在波斯湾 扣押了两条希腊的运游船 然后通过瑞士 瑞士的大使馆 给美国传话 你看着办 你看着办 不归还石油和船的话 希腊这两条船和石油 也就别想回去了 人员 希腊顶上的人员 也是战争上的俘虏 战俘 在我们这可能要待一段时间 也别回去了 别回去了 这等于什么 希腊 你不小流氓吗 啪 打你个嘴巴子 哎 打你个嘴巴子 大流氓 你看着啊 我打了你 我打了你小弟了 我把你的这个 你的打手 啪 给你打了一下子 我给你来硬的了 你干不干 你干不干 然后希腊的法院呢 开始呢 还支愣一下子 支愣一下子 说那我们这是法治 希腊法治国家 rule of law 然后呢 伊朗你这个行为呢 是违反国际法的 你不能这么办 你不能随意的这么来 随意这么来 是不对的 然后呢 你想要着个船 是不是 你要着船 不给 找美国去 跟我没关系 耍赖了 耍赖了 像个赖皮狗似的 他爹打滚了 小牛马的爹打滚了 他打我了 欺负人 就这了 就这了 哭天抹乐了 哭天抹乐了 求抱一抱 就这种 撒娇 然后伊朗呢 这边也来硬的 再加一步 你不给是吧 好 你不给 你在波斯湾的 其余十七条运游船 也都别想回去了 我全都给拿下来 然后呢 波斯湾以后 永久对希腊进行封闭 也就是说 霍尔蒙斯海峡 你不要走 你走 来一条 我扣一条 你干不干 你来一条 你希腊就那么几条船 干这点事 干这点事 一下子 自己自己石油没了 自己石油没了 买谁的呀 怎么办啊 没办法了 对不对 六月九号 哎 希腊的法院 喵敲的 撤回之前的判决 归还伊朗的船只石油 并进行赔偿 伊朗获胜 看着没有 看着没有 伊朗获胜 所以呢 我们之前回答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是希腊为什么要当这个小流氓当打手 我介绍了这个背景 然后呢 这个过程怎么回事呢 我介绍一下 那下边呢 咱就得分析一下 这个伊朗啊 为什么会获胜 这个事儿其实之前 这个事儿不是头一回呀 2019年的时候 伊朗那条船 好像也是这条船 不是好像不是这 不是好像也是这条船 在哪呢 在英国的直布罗陀海域啊 水域啊 就西班牙边上 直布罗陀不是就就就占领了吗 叫英国 哎 遇到同样的事 英国给他扣了 英国给他扣了 那伊朗有什么办法 加上2020年苏莱曼尼 那个事儿 大家应该清楚 伊朗当时显得很软弱 对不对 难道他这一次终于明白了 终于明白了 不能软弱 应该来硬的了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不是 肯定不是 为什么 整个这个过程 是由世界格局的变化而变化的 我之前说过大野猫 之前大野猫说过 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呢 有主要对手和次要对手 主要对手呢 我之前说过 就是大熊猫啊 次要对手呢 就是这个大宗雄和这个伊朗 这个亚洲狮啊 亚洲狮 亚洲狮 亚洲狮子嘛 伊朗这个 呃 最高领袖 这个哈梅尼一不也说了吗 你川普 你小子 你小心点啊 你别不脚紧 别成天玩狮子尾巴 那狮子尾巴后边个球嘛 觉得玩好好玩 这个撸那狮子尾巴 你玩狮子尾巴 有一天你狮子把你吃了 伊朗指的狮子呢 就是亚洲狮 现在亚洲狮快绝种了 现在只有在这个印度 这个信德这边的 有一个小 有一片小的森林 据说还有三百多只野生的 然后再就没有了 再就没有了 亚洲狮曾经分布非常广阔的 西边到以色列 整个整个那个波斯这边 伊拉克这边 全都是他们领地 所以呢 关注一下大猫啊 关注一下大猫 比如最近的丸达山一号 不也是又又出没了吗 哎好好事 这是好事啊 首先呢 这个好了 世界的格局现在是这样的 2019年2020年 伊朗呢 吃了两次憋 哎 被迫屈辱的接受的一些条件 那没办法自己国力弱 你必须得忍着 你不忍着 你到时候你出现点事 你自己兜着 明白啥意思不 世界就这样 没有道义可言 没有道德可言 只有实力之间的对比 那现在世界格局出现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我之前说过 那今天咱就再复习一遍 首先呢 是大熊猫呢 跟美国 你来我往 步相上下 哎 在上边一级 有顶纲子了 然后呢 就是大毛三毛打二毛 二毛被揍得鼻青脸肿 啊 有人说这个事四月份 那四月份伊朗为什么不亮剑 为什么跑到五月份呢 因为伊朗在四月份的时候 他不敢亮剑 为什么不敢亮剑 大毛二毛这边还扑朔迷离呢 大毛不是莫斯科号 现在也干沉了吗 这个时候还胶着呢 不知道咋个事呢 西方可能获胜啊 结果五月份翻盘了 打烂仗 打呆仗 结果这二毛受不了了 不仅受不了了 你看欧洲现在 难民危机 粮食危机 能源危机 高通胀 马上要经济危机了 要滞胀了 美国这边是高通胀 陷入滞胀 哎 这一下子 世界格局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你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伊朗来说 亮剑的机会就来了 亮剑的机会就来了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 我之前说的条件 上边大熊猫跟美国打了个步枪上下 哎 进入僵持阶段 大毛三毛打二毛 二毛被揍得鼻青脸肿 然后连带一大堆经济问题给了欧洲 给了美国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 伊朗咱这么说 借他个胆 他也不敢 还得忍着 借他个胆 他也不敢 现在有了这些条件 他就敢出手了 果断出手 三下五除二 最后获得胜利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 在美国相对衰落的情况下 在逐步失去单级霸权的过程中 无论是次要对手 俄罗斯伊朗 还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 都有机会通过强硬的手段 实现自己的利益 也就是说呢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伊朗 俄罗斯大毛 他们就可以通过他们想要的手段 无论是碰瓷也好 无论是亮剑也好 无论是闹也好 怎么着都行 实现自己的利益了 为什么 因为整个格局在变 美国在逐步失去自己的单一霸权 他对这个世界的控制在减弱 然后呢 世界进入到了这种军事的状态 当这种军事的状态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有机会了 其实这个事咱这么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我还可以分析 其实在美国苏联对峙的时候 伊朗都不敢干这种事 为什么 因为美国苏联不管怎么着 都是西方那个体系的 他们整个这个过程都是西方的体系的 但是现在美国跟大熊猫这个不是 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 这样一下子了 这么一过来 第三世界 整个的非西方世界 他们的机会就来了 其实这个变化 才是这几百年最大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 接下来一大堆好戏 咱们就可以慢慢看了 慢慢看了 伊朗这只是一个开胃菜 只是一个开胃菜 给大家呢 看一看整个的过程是怎么回事 对吧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不敢亮剑 你是个第三世界国家 你不敢亮剑 那就是你自己的损失了 那就是你自己的损失了 在这个情况下 在几百年来 头一次有这种情形 非西方和西方处于军事的状态下 这场大戏 这场大幕 才刚刚开始 后边呢 有更好看的东西 更有意思的东西会出来 然后以后呢 咱拭目以待 咱们继续分享 好了 这期节目咱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的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的呢 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